《羅馬書》 今天我們看的是《羅馬書》 十章第十三節跟十五節 我們已經讀過這些禁文 不過我們今天重新來看看它 它引用了兩處的禁文 引用了《約爾書》第二章第三十二節 十五節是引用《以賽亞書》 五十二章第七節 因為凡求告主名的救必得救 第十五節 如經上所記 報福音傳喜信的人 他們的教宗何等加美 我們來看一看《約爾書》第二章 那時候凡求告耶和華民的就必得救 因為在西安山 耶路撒冷必有逃脫的人 這個逃脫的人呢 英文叫做deliverance 其實應該翻譯叫deliverance 就是拯救者 在耶路撒冷必有逃脫 必有拯救的人 在其餘的人 就是外邦人當中 必有神所造的人 我們再看《以賽亞書》 第五十二章第七節 那報加音 傳平安 報好信 傳救恩的 對西安說 你的神做亡了 這人的腳登山 何等加美 所以 翻譯的人都把這個句子分成四句 報加音 傳平安 報好信 傳救恩 其實應該是翻譯說 那個報就是傳平安的福音 傳救恩的加音的好信息的那些人 他們的腳是很漂亮的 How beautiful 他們的腳很漂亮 現在當然很少會注意人的腳 因為我們的腳不是在藏在那個襪子裡面 就是藏在皮鞋裡面 很難有機會讓你看我的腳 所以很少人會稱讚人的腳漂亮 但是在神經裡面 我們看到很多地方 我們主稱讚人的腳漂亮 在《雅各書》裡面 有一處經文 王女啊 你的腳在鞋中何其美好 就講她的腳 不過呢 這裡講她的腳的時候 是加上一句就是在鞋中 在那個鞋子裡面 何等的美好 那這很奇怪啊 到底那個腳很漂亮 還是那個鞋子漂亮呢 為什麼那個腳放在鞋子裡面 是漂亮呢 難道那個腳不放在鞋子裡面 就不漂亮了嗎 就是這個意思 她的意思就是 她如果穿上鞋子出去走動 出去服侍主 做她應該做的事情 她的腳就漂亮 如果她躲在家裡面睡了 腳 她的腳 雖然是露出來大家看見 但是那個腳 是很難看的 並不漂亮 所以這裡講的 就是我們侍奉的工作 我們全身都可以說 有我們侍奉的工作 有人做口 有人做手 有人做頭 這裡最稱讚她的是她的腳 有人做腳的工作 她如果用她的腳來侍奉 這個就是神所喜愛的 就稱她的腳是美麗的腳 當然 講的不是那個腳 在中文神經翻譯本已經 把它的意思講出來就是 你的腳重 腳重就不是腳了 但是在原文 在信約也好 在經約也好 很多處的地方都講 腳是很漂亮的 保羅引用在兩處經文的時候 都略掉了其中一些句子 所以我們今天的特別呢 從七五月的原來的句子 他所引用的那些句子裡面 我們來看一些隱藏著的一些意思 好 第一點呢 我看的就是 為什麼他們腳 怎麼漂亮呢 因為他們所傳的是很加美的信息 那傳和平的福音 傳救恩好信息的人 他們的腳是很漂亮的 因為他們的信息是很漂亮的 他把那個平安的福音 和平的福音 那個得救的好信息 來帶給那些愁苦的人 這個世界上有很多人 天天活在痛苦當中 他們活在混亂裡面 心裡面不平安 很多人晚上睡不著 因為他心裡沒有平安 但是這裡有一些人 他們是把這個平安的福音 帶給這些人 把和平的福音 傳給這些 心裡面沒有平安的人 為什麼聽說和平的福音呢 因為在我們還沒有認識主之前 我們都是罪人 這個罪人的意思就是 我們與神為敵的 我們跟神之間是有一個仇 有一個 有一個 隔 隔磨 我們不能與他來往相通 因為神與我們之間 有了那個仇 怨仇 我們沒有辦法能夠和好 但是當我們人與神和好之後 我們的人生就完全的改變 當有平安的神 住在我們心中的時候 我們有了這個 等於耶穌的文徒 我們有介紹耶穌基督做我們的救主 我們聽這些人說 他們介紹耶穌基督做救主 到底他是不是真的已經得救呢 是不是真的已經得到這個神 在他們心中呢 我們要看 我們要看他有沒有和平的生活 活出來 他活出來的生活 是不是平安的 如果他沒有平安 就是平安的神 不在他心裡面 不在他生命當中 他其實他的心是假的 不一定是很準確的 如果我們在家裡 跟我們的親人 跟我們的父母子女 都沒有和平的生活 整天在吵架 只因為我們沒有平安的神 在我們心中 當一個人 他得到天上的神 這位和平的主 在我們心中的時候 我們就成了平安之子 我們跟周圍的人 都產生了一種平安的關係 我們就不會再 我懂了一點點小的事情 就在那裡吵架 因為我們的人生已經不一樣了 我們再不是以自己為中心 我們再不是把我們自己 放在心中的寶座上 我們是把我們的神 放在心中的寶座上 於是整個世界就和諧 我們跟所有其他的人 都有美好的關係 就是看我們 是不是跟這位神 有一個正確的關係 有一個和好的關係 所以我們檢討我們自己 如果我們跟我們 跟配偶沒有關係不好 我們只知道一件事 就是我們與神的關係不好 如果我們常常怨我們的父母 常常怨我們的子女 對我們沒有恩典 那不是什麼 神的恩典不在我們生命裡面 當我們與神為敵的時候 全世界都是跟我們為敵的 當我們與神和好之後 全世界的人 周圍的人 都是關心我們的 這個很清楚 我們可以從 時期的生活裡面 從我們每天 我們所接觸的人裡面 我們看到這一點 很多年前 我們在長島的時候 一個教會 來了一位老人家 他來到我們教會之後 他很高興 因為能夠找到這麼多 中國同鄉 能夠談話 能夠整天有機會 跟人家聊天 他很高興 但是有一個問題 他每一次講話的時候 他就講 就罵他的女婿 罵他的女兒 說他怎麼對他不好 怎麼不好 哇這很多東西嘛 這表示 裡面 他家裡真的很多很多問題 不過我們 教會裡面的姐妹們 就覺得 有點不舒服 整天聽他這樣 這樣罵他的女婿女兒 就覺得也很難過 尤其大家就叫他 我們應該常常感謝 不要這樣做 不要罵他們 常常感謝他 感謝天父 每一次應該開口 就是感謝主 感謝主 做你講話的開始 那你就知道 凡是感恩 他就學到了 他學到什麼 學到一個口頭禪 就是感謝主 感謝主 感謝主之後呢 繼續的罵 繼續的罵 繼續的抱怨 繼續的講 他的女婿 女兒怎麼樣 怎麼樣不好 那我了解 他的女婿呢 是天主教徒 他的女兒呢 是一個佛教徒 那我不知道 他們家裡 對他怎麼樣壞 也怎麼樣好 我不知道 但是有一件事 我可以肯定 他的女婿女兒 可能是 眾多的女兒裡面 眾多的兒女裡面 對他最好的一個 為什麼呢 因為在北美洲 他有五個兒女 都有自己的家庭 都有很好的生活 但是沒有一個家庭 願意接他 到他們家裡面住 就只有這一個家庭 就是這個女兒 這個女婿 接他到他家裡 那我想 無論他 對他怎麼壞 他都是最好的那個 比較來看 是不是 其他人不願意嘛 怎麼樣 怎麼樣 叫他們都不願意做 只有這一個願意 那這個就是 對他最好的 所以我看 他的問題呢 不是人對他好不好 而是他裡面 沒有和平的神 沒有平安的神 在他心裡面 他自己做了他自己的主人 他看全世界的人 對他都不好 因為 人是自私的 用你自己的立場來看 沒有一個人對你好的 當你接受了神 在你心中的時候 當神在你裡面做主的時候 你就有一個不同的眼光 你看見 哎呀 原來神對我這麼好 全世界的人對我都這麼好 都是恩典 因為恩典的神住在你心中 所以這是一個很重要的一種的認識 就是當他接受了主之後 他生命就有一個很奇妙的改變 所以我們 我就對這些姐妹們說 你不要再叫他這麼說感謝主 你要叫他認識神 要他能夠真正的接受耶穌基督做救主 於是大家很努力的 就請他 教導他做救主 結果還是沒有 因為他心裡面一直轉來轉去的 都是他自己 到最後他還跑到賭藏去 過生活 根本都 根本在他心中 他所重視的東西 不是親情 不是其他的好的好的美好的事情 那是敬虔 在他心裡面 他是渴望的 就是有敬虔有地位 他裡面如果沒有這位平安的神 他永遠沒有這種美好的生活 所以在這裡告訴我們 能夠把這個和平的福音 帶給人的這些人 就有美好的腳 他的侍奉 他的侍奉 不是用口 不是用手 不是用頭 是用腳 就是他只要去行動 他出去 去跟人分享這個和平的福音 能夠把這些無病山淫的人 能夠看得見 哦原來他都是恩典 有神在他們生命當中 他們就有恩典 他們送來的都是美好的消息 是加美的消息 不是炸彈油包 不是害人的東西 我們這些傳美好信息的人 他們的腳是很美麗的 因為他們把最美好的東西 帶給那些痛苦的人 可以把那些愁苦的人變成喜樂 把怨恨的人變成一個感恩的人 好我們再來看下面那一句 他說他們這些人對西安說 你的神做亡了 就是說他們不只是帶來這個和平的福音的好消息 能夠使人有得救的盼望 原來我們發現他們也是神的發言人 神國的發言人 他們對西安說你的神做亡了 就是什麼呢 就是他們是一個為國家為國王做代言人的人 他們在宣告一些事情 你知道現在我們偶然會看見這種 比如說白共裡面有一個人 他是專門是在講話的 他的工作就是講話 因為他的聲音很漂亮 他語氣很堅定 他發出來的話 很想很有權威的 這些人呢 是特別經過雕像人 他專門去做一件事 當美國總統出來的時候說 這就是美國總統 他美國總統出來講話 他就講一句話 這是他的負擔工作 他就專門做這個工作 因為他的聲音好 他講的語氣堅定 這是很好的 在以前 我們中國也很多 如果你看那個 古代的那些電視劇 你看到 皇上家道 這個人是誰啊 這個是一個發言的人 他是呢 皇帝來了 他就大聲的炫告 因為以前沒有回應器 也沒有什麼廣播 電台廣播 電視廣播 什麼都沒有 就靠這些人的聲音 這些人呢 就成了這個國家 或者是國王的一個發言人 他的先為他們講一句話 就讓人家知道他來了 讓人家知道他做王了 這裡說 對西安說 你的神做王了 他對西安說的意思 表示這個是在宣告一個末世的事件 我們看這個人類的整個歷史 慢慢吹向這個最後的世界末日 這個歷史是彎尾的 是一直往前走 走到最後 是要完結的 並不如重複的 並不如重來一次的 他是從以前 一直來到這個末後的時代 所以現在的時代 跟以前的時代 是完全不一樣的 當他要對西安說的時候 就表示現在末世已經來了 因為末世在這個先基書裡面 有很多這些預告 在末世的時候 有很多人將會來到耶路撒冷 在耶路撒冷 將有很多拯救的人 有很多拯救者 有很多傳福音的人 有很多幫助人得救的人 他們要出現在耶路撒冷 這個西安其實是一種的預表 現在我們講的是一個基督的王國 基督的國度 這個基督的國度 現在仍然是在一個建造的階段 現在仍然是一個前聖 就是說真正的基督的王國降臨的時候 是在世界末日之後 耶穌基督做王的時候 那才是真正的那個王國 那個國度出現 現在呢 是還沒有成的 是在建造的階段 那西安呢 就是好像這樣一個地方 因為大衛還沒有做王 剛剛做王的時候 他就在那個西安那個地方 建了一個堡壘 稱為西安的寶藏 在九月聖經裡面 就有這個西安的寶藏 這個西安的寶藏是什麼 因為西安是一個山坡 一個比較敵人比較難攻進來的地方 他有一個建造一個寶藏的時候 他就能夠守住那個地方 不會被敵人所攻陷 那這個預表 我們現在還在征戰的一個階段 這個王國基督的國度 仍然在這個打仗的時間 現在還沒有完全安定的時間 這個是 雖然是稱為大衛的城 就是已經是 好像是大衛應該在那裡做王的時候 但是還是在征戰階段 到了末日 到了末世的時候 全世界所有的國家 都要消失 只剩下一個國 就是基督我主的國 就是耶穌基督要建立的那個永遠的國 那個是唯一的將來的國度 在地上 那個是一個永遠的 是一個和平的國度 現在呢 我們仍然是在打仗時期的一個國 我們是說天國已經在地上 神的國已經在建立起來了 但是現在仍然是在打仗的階段 還沒有完成那個戰事 我們還是跟這個撒旦 跟這個世界很多的敵人 有一個戰事 一個屬靈的鬥爭 但是這裡說 對西安說 但是我宣告了 未來這個事情要發生了 就是基督的平安國要成立了 要平定了所有那些敵人 我們就能夠 永永遠遠活在這個平安的國裡面 先進這個時代 我們雖然是在神的國裡面 我們就要求神的國早日降臨 我們現在 我們仍然要應付這個地上各種的敵人 我們要做神國的健備 先進這個時代 我們要與我們的主耶穌基督 一同去打那個屬靈的戰爭 一同與祂建立起這個永遠的國 祂的國 其他的國家 祇事主告訴我們 將來全部都要消失 只剩下我們主耶穌基督 一個永遠的平安國 那個永遠的平安國 在祇事主裡面稱為 《新耶路生冷》 《新耶路生冷》 《新耶路生冷》將會從天而降 既然這個西安 成為新耶路生冷 將會從天而降 那这个新的耶路撒冷就是神的国 谁住在里面呢 就是现在为主打仗的那些精病们 他们将会住在其中 我们要知道不是每一个得救的人 每一个得永生的人都能够将来进入神的国 我们要搞清楚这个事情 就是得永生得救与进入神的国是两回事 我们要有两个步骤才能够进去 我们就记得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 我们只要信我们就能够得救 我们只要信耶稣基督我们就能够得永生 这句话是真的 我们神绝对不会食言 绝对不会丢弃祂的应许 祂绝对不会不承诺 祂成了的事绝对不会不实验 祂一定会实现祂的承诺 只要信祂你就能够得救 只要信祂就能够得永生 但是信的人 不是所有信的人都能够进入神的国 为什么呢 我们记得耶稣讲过很多话 那其中有一次 有一个门徒对祂说 我要跟随祢 我要跟随祢 跟随祢 做什么呢 跟随祢出去拯救灵魂 我要跟随祢 我要做祢的门徒 跟随祢 他已经是门徒了 不过他要跟随祢出去 做拯救者的工作 不过 容我先回去 辞别我家里的人 我先跟他们讲拜拜 我才来跟随祢 好不好 耶稣说 守抚着祢 向后看的人 不配进神的国 你的心 还在那个世界 你的心 并没有定睛在神的国的事上 你不配进神的国 那我们也知道 原来有些人 他们是不能进神的国 或者是不配进神的国的 我们也记得 主耶稣的一些比喻 他对于那些 忠心服侍他的人 使用他们的恩赐 来服侍主的那些人 因为他们说 那个良善 有忠心的仆人 可以进来 进去那里 进去神的国 进来享受 你主人的快乐 他有对那些又懒惰 又恶又懒的仆人说 你这又恶又懒的仆人 你离开我去吧 你不可以进来 你在外面 在那个平民区里面生活 所以 得永生 并不表示你已经得到神的国 并不表示你已经进入神的国 其中还有一样是 就是我们是不是一个服侍他的人 是不是一个服侍主的人 因为如果在今世 他并没有使用神所给他的资源 来做服侍的工作 并没有使用这些恩赐 这些机会来服侍神 那到了将来 他当然也没有机会 再一次使用神的资源 来享受那个丰盛的生活 所以这些人 这些良善忠心的仆人 他们把这个美好的服侍 传给别人的这些人 他们是神国的发言人 这些人是很特别的 他们的脚是很漂亮的 因为他们是神国的资源 他们是资源 是为神的国家 为国王来说话的这些人 这些人必须得到 一个美好的将来 一个美好的国度 是属于他们的 第三方面 我们来看 这个以赛亚书那一段 因为在西岸上 有提到西岸上 耶路圣了 必要拯救者 在外邦人中 必要神所造的人 这是保罗略调的认了句 他只引用了一些 略调的一些话 他这个略调的两句呢 就是解释 为什么 那个时候 凡是求告主名的人 就必得救 因为 无论 在耶路圣人 无论那个彼得 他起来讲道的时候 他引用这句话 他说到这个时间 凡求告主的名的人 就必得救 凡求告主名的人 就必得救 我们讲过 什么叫做主 因为 在犹太人当中 他们那个主字 就代表耶和华神的意思 因为他们不敢 妄称耶和华神的名 他们不敢 说耶和华这个名字出来 所以一看见耶和华这个字 他们就读着主 所以 到了新约的时候 所有的耶和华这个名字 全部变成主字 凡求告耶和华名的 就必得救 为什么呢 为什么他们能够这样 求告耶和华名 就能够得救呢 因为在耶路圣人 在西安山 在耶路圣人 必要很多 那些传福音的人 这些传福音的人 他们会站起来 传扬这个福音 因为在这些外邦人当中 必定有神做福照的人 神福照他们做什么呢 就做来传福音的 他们也在那个地方传福音 于是有很多人 就能够听到福音了 他们就求告主的名 他们就得救了 我们都记得 记得上一次我们讲了 保罗很清楚的解释 这个整个过程 就是不是说 求告主名的就得救 因为求告主名之前 他必须先有信心 一个人怎么能够有信心呢 就是必须有听到 必须有人向他讲道 他听得到 听到神的话语 他就明白了 他开始里面产生信心了 他就会去求告耶和华神的名 所以这个持续是不能做的 我们必须有人出来 传扬神的道 当他们把神的道 接受到信心里面 他们才能信心的时候 那他们就有机会 去得到这个神的拯救 所以这个主名 这个耶和的名 或者是耶稣的名 都是主的名 他们就能够靠着这个名 能够得拯救 只要他呼求这个名 他们就能够拯救 只要有人传这个福音 就有人要得救 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所以这里告诉我们 在这个 悠尔书那里告诉我们 必须要拯救这个人 他要在这个西安山 在这个耶路生 做这个传福音的人 那在阿巴迪亚书 也有一些这样的经文 其实呢 在先知书里面 有很多这些经文 只不过呢 当时的人 他们读的时候 他们不明白 他们不知道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怎么会有拯救者 上到西安山呢 所以呢 很多人呢 有的时候 把那个拯救者 就放作逃脱的人 因为他们就 就把那个 deliverance 翻译作 deliverance deliverance 就是有一些得救的事 有些人得救了 所以呢 就有些逃脱的人 又上到西安山 这是完全误会了 神的原来的意思 所以在阿巴迪亚书 他的翻译得很正确 他必要拯救者 上到西安山 审判以扫山 然后国度就归耶和华了 就讲到幕后的日子 有很多这些传福音的人 要在西安山出现 因为神拣选 这些人的目的 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 就是做一个拯救人的人 如果今天 你已经信任耶稣基督 你觉得 这是神拣选了我 使我能够成为一个基督徒 是神呼召了我 让我可以进入他的家里面 享受他一切的丰富 那你要明白一件事 就是神呼召我们 基督他家里面 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给我们 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给我们 就是要我们抢救人的灵魂 到底在我们的人生里面 我们看哪一个人 是真正合主心意的人 什么人 什么基督徒 是何主心意的人 就是他们的脚是在动的 他们的脚不断地在走 走路 走到不同的地方 因为在古代 他们没有汽车 没有飞机 他们去传福音 唯一靠的就是他们的脚 他们要出去 到人群当中把福音介绍给他们 告诉他们 让他们能够得到这个福音的好处 他们的性质是很美的 所以神欣赏他们的性质 欣赏他们的脚 欣赏他们所做的一切的事 所以 哇 真的多美丽啊 他们的脚多美丽啊 因为他们出去 把这个福音传出去 这是一个 神在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身上 有一个小小的要求 就希望我们做神国的禁令 做一个神国的代言人 我们要为神来做出口 我们要把重要的消息 告诉那些在绝望 在痛苦当中的人 今年是2015年 在100年前 1915年 就发生了一件很重要很大的事情 就是那个铁弹力号 撞到冰山沉船 这艘船 是当时一个最伟大的船 他建造了 那个经过非常伟大 所以那些工程师可以很自豪地说 他说这艘船 就算神啊 都不能叫他下沉 就算神啊 都不能叫他下沉 哇 真是非常好气 真是非常地骄傲 这艘船 真正了不起 在杰作 结果 结果 在1915年 他们 这艘船第一次下水 第一次航行 就撞到冰山 就马上下沉 两个钟头之后就消失 在地面上 那个海难死了一千五百一十三人 因为那个船 有三千以上的乘客 但是他的救生船 你一半的人都撞不下 所以超过一半的人 他们到哪里去啊 没有 没有办法 他们就能漂流 这个冰冷的海水里 我们这十多年前呢 拍了这个电影 那个铁毯旅号 哇 很轰动 很多人看 有些人的神经看了它四十次 哇 大家很喜欢看 因为 它里面的特技很厉害 哇 那个 那个水 洪水这样涌过来 很多的 很多的特技 都是以前没有办法做到 他们拍这个电影 也经过很多的考究 所有里面 那些有名望的人 那些名人 有钱人 都出现在淫墨上面 很可惜 他们选了其中一个主题 就是一个 一个爱情故事 那个选 他选的那个爱情故事 并不见得很伟大的爱情故事 他们就这样 选了一个 一个很普通 很荣素的 一个爱情故事 作为整个电影的一个主题 他们把这个船里面的人 分成三等 他们有三等的乘客 但是 其实 只分两等 一等 就是灭亡的人 一等 就是得救的人 当这个船下沉的时候 我们看见 只有两等人 一等人 就是死了 以后 就是永远的灭亡 一等人死了 就是得到永上 所以 只有两等人 在那个地方 在这三千个乘客里面 有一个很特别的人 叫做 John Harper牧师 他带着他的小女儿到美国 预备到基加哥 那个目的的教会里面 讲道 跟以后很可能就是要成绩那里的工作 就是要做那里的牧师 当那个船 一撞到那个冰山之后 他第一件事做的 就是马上向周围的人传福音 他马上跟所有的乘客 在他旁边的 就向他们传福音 问他们 你得救了没有 你介绍了耶稣基督做 你的救救没有 把福音传给他们 他的行动感染了很多其他的基督徒 也跟着他这样做 到了大家排队 要上去这个救生船 大家要按着次序排队上去 要先让那些妇孺上去 妇人跟孩子可以先上船 其他的人要等到外面排队 就是有空位才轮到他们 但是在那个时候 他对那些人说 他呼吁那些人说 请所有基督徒 你已经得到永生的基督徒 请你站出来 不要跟他们排队 让这些座位 给那些灭亡的人 让他们有机会 等他们将来有机会 听到福音 他们那个得救 你们已经得到永生的这些人 站出来 很多基督徒 就这样站出来了 所以在那个海难里面死的 很多都是基督徒 因为他们把这个座位 押给这些灭亡的人 他不单是自己这样讲 他也是这样做 因为他的小女儿 是很有资格上去 上去这个船的 所以这个小女儿上去 这个救生船之后 他也很顺理成章的要上去 因为他是单亲 他的妈妈已经死了 所以他是唯一的亲人 他可以跟着这个小女儿 上这个救生船 但是他就让他的女儿上船 他自己留在后面 两个中头之后 两个中头之后 所有在船上的人 都飘在那个冰冷的海水里面 那些没有救生船座位的 全部在那个冰冷的海水 但是这位牧师 他有用啊有用啊 有到每一个人的旁边 问他们说 你信了救了没有 你得救了没有 如果还没有 他就把福音传给他们 在那个冰冷的海水里面 其实人不能带多久 很快你就会 全身冰冷 会慢慢昏迷 你都不想活下去的 但是他 他就好像有一个火热的 里面好像被火焚烧一样 就这样 游到每一个人的旁边 问他们 有没有得到这个救恩 所有这些漂流 没有在那个救生船上的人 这些漂流在海里面的人 到最后 只剩下六个人 是可以生还的 其他全部都不能生还 过了四个月 在Toronto 就开了一个 一个生还者的聚会 有些在海难里面生还的那些人 大家有一个大机会 大家来彼此 彼此支持 彼此 因为有很多人经过海难之后 心里面都有一些 心理的障碍 有很多 有很多 心理的困难过不了的 他们需要有些人彼此 互相的扶持 安慰 帮助 就有一个这样的 一个这样的集会 大家来讲见证 那其中有一个青年 他就讲 这位牧师 他最后拯救的人 就是我 他说 我本来已经冷到 已经不想活了 已经打算要放弃了 要死了 随即他摇过来跟我说 你信了主耶稣没有 你得救了没有 我都不想理他了 因为我那个时候根本都 什么都不顾了 但是他借取了要问清楚 你接受了耶稣基督做你的救助没有 结果他就跟他一起来祷告 就接受耶稣基督做救助 他接受主教 这个牧师又有去找别人 他就很奇迹的 过了一阵子 就有一个救生船 经过的时候 就把他拉上去 结果他就没有死 但是他知道 这个牧师一定 已经在海里面 不能生完 所以他说 我是最后一个 他所整形的人 所以这个船上那个最重要的大人物 这个英雄 其实就是这个 John Hopper牧师 那今天我们没有人可以看一个人的脚 断定一个人是不是漂亮 是不是美丽 但是我们的主 他就看我们的脚 那断定我们是一个良善重心的仆人 他要看我们的脚 他要看我们的脚 是不是漂亮 如果我们的脚漂亮 我们的全人就会美丽 就会漂亮 我今天带了一些单张来 我希望我们中间也有人愿意做一个美丽的脚 愿意把福音带给我们的亲戚朋友 这本呢 这本呢 虽然是一本小书 其实它也是个福音小车子 人生何处去 也有一些单张 这些是比较短的一些福音信息 人一生最正确的决定 我想请你们在你们的心里面 向着主来做一些承诺 对我们的主说 我愿意服侍你 我愿意成为这双美丽的脚 那你都在主的面前好好的来想 到底在我的周围 在我的亲人 我的朋友当中 有谁他还需要这个福音呢 你就想说 你在把他们的名字 在对你的主承受 你的教头给他 你自己尽你的力量 把福音给他们 你单张 你可以寄给他们 你可以送给他们 可以带给他们 可以向他们传讲 首先 你必须在你的内心里面 有了一个明确的目标 是神把它交在你心中 他成为你一个负担 一个负担 一个负担 你就很想把福音传给他的 你就到前面来 你可以拿这些小册子 拿这些单张回去 做这个美好的 传这个美好信息的工作 我这些小册子呢 我上面已经贴了 贴了一些sticker 就是 关于我们教会的 那个名称跟 那些地址啊 电话号码等等 其他的单张是没有的 但是我在那个 那些书的旁边呢 就有很多的sticker 你可以 你打算拿多少张 或者是拿多少本那些 中信 中信乐看 你可以把 拿这些sticker 就贴上去 你就可以送给人 所以 你在这个时间 你在族的面前 好好地做这个美好的决定 现在我来唱这首歌 照样猜你 这首婚姻的诗歌 我今天不需要你唱 你就听我唱 照样猜你 可余光终不忘成了 不带命运 不受感激爱护 不愁责病 愿受今相遇流失 照样猜你 照样猜你 如此为我老父 照样猜你 包括余智阔随行 流泪光众 唤醒流浪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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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去进步 困惑世界的重担 照样猜你 照样猜你 为我忍受不难 照样猜你 去寂寞不淡地方 你为卡锅 你为卡锅 可见情有容颜 求你本家 本处几情 本爱有 可见你 照样猜你 照样猜你 为我爱无限 佛灿漾 你才见我 照样猜你 主耶稣 脱离这个世界的缠绕 脱离这个世界的败坏 能够进到荣耀的国里面 享受我们神一切美好的福手 救主帮助我们 做一个忠心良善的仆人 走 离我们走的道路 愿 我们在众人在你面前 都能够得到 主你的称赞 成为有良善 有忠心的福人 我们都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圣明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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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们